KS Media Hong Kong 的朋友 大家好 我們第一次參加劍美的比賽 很開心這次可以跟Gloria同一組別之餘 我們還要站在旁邊 我這個月開始在飲食方面和做運動 飲食方面我吃白雜的雞肉 每天都吃10隻雞蛋 運動方面我們一起來就已經去做健身 然後是做差不多七、八個小時的健身 然後人家差不多下班都綁我們 教練也怕我們身體負荷不到時 你快點回家吧 你快點滴我們走嗎 是啊 我沒試過 我現在是20.5吋腰 我沒試過這麼瘦 是啊 我23吋腰 我最健身的時候都是24吋腰 現在是過了我青春期之後 我九位的23吋腰 有啊 有啊 只吃雞肉和雞蛋 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吃 還有我們吃一些沒有鹽的米餅 好像白布膠那樣的口感 吃到口都有一些 哎呦好像有些吃不下口的感覺 即是 吃白布膠 是啊 要不就吃蛋白 或者只是吃白煞雞肉 最初幾天就覺得OK 但是吃多幾天就覺得 啊 頂不住啊 有23吋腰 是啊 是啊 很開心啊 很開心啊 第一次TOP6 想不到啊 是啊 其實也算是贏了 是啊 因為回到4O 回到6 已經覺得 哇 你已經贏了 我們因為覺得自己化得這麼漂亮 體型上其實已經是挑戰自己成功 我們已經覺得贏了 就是這個功率 有啊 當然是好啊 但是沒有呢 都當自己贏了 是啊 反而我們的目標是呢 希望可以多拍一些 漂亮的照片 漂亮的照片 那又沒有啊 因為覺得我自己 真的很喜歡跳舞 喜歡鋼管舞 喜歡健身 我覺得 那樣樣東西都要參加 試一下走出第一步去比賽 我覺得是好的 好的開始 之前 其實我之前也有做很多 很多不同的極限運動 但是其實 到我們叫做Body Build 其實是每一串都要有肌肉 那其實呢 我自己 原來發覺 很多身體某些部分 自己是沒有什麼訓練的時候 都 那些線條不夠 但是呢 現在經過教練的悉心指導 現在是 我每一串都有肌肉 很開心啊 很有線條啊 嗯 哇 我之前呢 插街的選美和這個分別呢 其實很大體會很深 我很佩服這裡 每一位的運動員 對自己健美的身形的要求 還有他們呢 對自己的飲食啊 運動 全部都是很嚴格的 那當中的教練呢 其實也是非常專業 所以 我都很 真是珍收 很佩服他們 嗯 嗯 第一時間想做 我們一定是想吃有味道的東西 是啊 吃辣吃甜 是啊 很想吃啊 現在說了 是啊 吃完是什麼味道已經忘了 是啊 我們現在吃白飯都覺得甜 很甜啊 是啊 我們因為吃雞肉和雞蛋 今天可以拌飯 一吃飯 這麼甜啊 平時都不覺得白飯特別好吃 是啊 是因為太久 就是很像指稿柏金路 是啊 是啊 精神精神精神 精神 精神精神